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香港的一个营妇基金 他就修改章程 从明年6月3日开始禁止美国人投资他们的基金 就有这个事情发生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证监会 就基本上会宣布了 我不知道宣布了没有 现在这个时候 但是基本上新闻都通通报出来 就说他们会停止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 但是这两件事情就基本上是24小时之内就一起发生了 可以说是一个对应嘛 就双方出招 现在想先与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其实这两招 双方做这两招 我先说一下哪一方面我认为影响是比较大的 我是认为是赢富基金 从明年6月3日开始禁止美国人投资 我认为这个影响力会比较大 大于SEC 美国证监会不让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 大于这个安排的影响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先说一下就赢富基金的一个背景 赢富基金可以说是香港的一个 我们可以这样说是代表香港一个主权的一个基金 赢富基金它是在2003年 2003年2004年成立的 13年24年我看一下 我先查一下预防给 赢富基金 赢富基金 等一下啊 是在1999年 是在1999年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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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香港的港元的那个联系汇率被索罗斯坠击 然后呢 那时候是董建华当香港特首 然后呢 他底下有三个人负责 这个事情的根据新闻报道 就是提出这个意见 然后呢 也付出执行 就是说了 用香港的那个外货储备 就买进港股 以此来对抗所欧视 聚集那些汇率 那时候是主要是三个人负责这个事情的 根据新闻报道 一个是正义权 就之后那个特首 另外一个是任志刚 任志刚是金融管理局的行政总裁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姓许的 那个是后来就贪腐 坐牢的 我忘记了叫许什么 许什么人呢 许世人 对 然后后来就动用了当时的一千亿港元 然后就买进港股 然后后来就那时候在进行那个 就港股的那个防卫战的时候 就有些学者就提出 你现在拼命买那些股票 那买完之后怎样买出去 难道你永远自己持有吗 那假如说政府持有这些股票的话 就得去说了 就放弃了政府在这种市场 保持那个中立的形象 那对于香港的投资环竟然造成一个极为恶劣的一个影响 那时候是没人想到怎样去解决 然后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就政府就成立了一个基金 淫富基金 然后就把 就当时用了一千亿去 干预那个香港的股市 所买回来的那些恒生指数的股份 然后呢就放到那个基金里面 然后就一点一点 让香港的投资者 以及全球的其他的基金去认购 通过这个举动呢就一点一点 把那个基金就卷卖给其他的投资者 从而呢就脱身 然后就可以摆脱香港政府 直接干预股市那个形象了 然后呢卖出之后呢还捐了钱 还捐了钱 捐了几百亿吧 不错了那时候 所以说呢 淫富基金它本身那个背景呢 是一个香港 属于是香港的主权基金 也可以说是香港的一个很大的 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指数基金 基本上所有基金 假如说要投资港股的话 他们要买那个指数基金了 首先买的就是淫富基金 就等于说买香港股市那个大盘 很深指数那个大盘 那现在的那个基金呢 就大家可以了解到 其实那个基金就已经不属于 香港政府了 并非香港政府所拥有 然后呢 然后呢就 现在它改 它有一个账成 因为每个基金有一个账成 账成的意思就是说 它里面会定一些规矩 它换你什么样 什么背景的资金来投资 去买他们的基金 然后每个基金是可以 决定到底 我那个基金到底是卖给谁 是针对哪些客户 然后呢 他们的那个背景是什么 它们的资金的那个 淑厚度要多大 每个基金都有权去决定 就好像每个商家都有 有一个自由度 是要把自己的货卖给谁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用什么价格 就去一模一样 那现在呢 就淫富基金是修改他们的章程 可能就明年啊 明年6月3号 从现在开始应该还有十个月吧 大概十个月 十个月多一些 然后就禁止 到了美国人投资 淫富基金 影响在哪里影响呢 其实那个影响是非常广泛 他们投资 香港的那个指数基金 或者是想要 香港那个大盘的投资者的选择 因为他是说 不禁止美国人去进行投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大家想要了解到一点点 关于美国的那个投资市场的一个结构 都知道 在美国98%的资金 都并非属于个人 都是属于机构的背景的 那也就说了 真正属于美国人 美国公民的钱 其实并不多 就两个点 其余的98% 都是属于机构投资者所拥有的钱 那表面上就是 只是针对于个人 那对于 假如说你是基金啊 或是投行啊 或是企业啊 去投资 应该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那个影响 并不是 表面上来看来 并不是很大 但是 假如说了解到投资 就比较了解到投资 是一门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操作的 专业人士 其实看到这个新闻 应该是冒冷汤才对 因为 针对的是美国人 那也就是说了 假如说你本身是一个基金 你本身是一个 假如说本身是一个美国的基金 到6月4号 明年6月4号 假如说真的是 竞选美国人投资 假如说是美国基金 他可不可以投资 那个淫妇基金呢 就买香港的那个淫妇基金 去收基金 我可以百分之百听 大家说我是不可以的 企业 或是基金背景 或是机构投资的资金 机构的资金 包括个人的资金 一棍打死 通通不可以买 淫妇基金 为啥这样说了 因为所有的基金 其实 它只是综合了 一大半的投资人的钱 然后就去投资而已 而因此呢 每个基金 其实它背后的投资者的身份 假如说是美国基金啊 针对是美国本土 那就是美国人了 那有什么基金 既要庞大 资金量要多 然后背后的投资人的身份呢 也主要是美国人的 我想来想去 能想到就是 美国退售基金 Pension Fund 那Pension Fund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基金 那也就是说了 到了6月4号 就明年6月4号 所有的美国基金 假如说它背后 有那个美国投资人 购买的话 那那个基金基本上都不可以 买香港的淫妇基金 那也就是说 把所有 基本上是把所有 美国基金 就挡在门外 因为没有什么美国基金 它里面是没有美国人买的 那除非呢 那个美国的基金呢 它不是 并非在本土 它是在欧洲 但是假如说是欧洲的话呢 就是欧洲的基金 就不是美国基金 对不对 对了 大家可以 其实呢 是马上能看到一点 假如说是 从技术层面来讲 其实竞选美国基金 那可以捞个弯 从欧洲那边进来 那就要看 从捞一个弯 从欧洲那边进来 欧洲那个壳里面 的投资人 是否是美国人 假如说 也盖寒美国人 或是最终指向美国人的话 还是不可以的 好 因为 假如说真的是 进行美国人投资 的话 到时候 真的 要执行 这个 措施的话 那肯定是 把钱的根源 最终到 起点为止 那就说要把钱 持有那笔钱的人 最终的身份 找出来 才算数 而因此 就 反正就是 任何基金 假如说 背后有美国人 投资的 都不可以 买香港的股市 买香港的 那个淫富基金 等于是说 不能买香港的 指数基金 那 另外一方面 就是香港那个淫富基金 其实是基本上 所有基金都会买的 的指数基金 为啥呢 因为 你不可能一只股份买的 假如说 你想 就有些人想要 就投资 香港股市的大盘的话 那肯定是买淫富基金 因为淫富基金 它本身 就已经把那个组合弄好 你买它一个单位 就 就等于是说 把所有的股份 所有那个指数的股份 都已经买了 而且是按比一 按那个 韩生指数的比例 来买 所以是非常方便 然后 手续费也非常低 而因此 基本上 所有 想要购买指数基金 的基金公司 都会这样做 而我会依据 这股份 那样做 那为啥香港 那个淫富基金 要出 这个修改造成的 出这一招 想一想去 我能想到 就是因为 他们知道 美国的 推出基金 基本上是 不会再投资 在香港的股市上面 而因此了 就干脆了 不等你出招了 我自己出招 就让 看上去好看一点 像 好像是 我主动 我不让你来 不是你不来 是 我不让你来 我把你绑在门外 那这样的话 就有一个 就看上去 好像有一个主动成 因为假如说 是美国算布 从美国那边 是由美国政府算布 啊 现在我们 不也许 退休基金 就投资到 香港股份 然后就给 一年的 那个限期 让他们 平仗 等等等等 中间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到时候 到那个限期之后 他说 把那个限期延长 六个月 再延长六个月 可以一直这样拖下去 那这样的话 就 香港 就变得很被动 就好像等死一样 那不如就干脆主动一点 我不让你过来了 那就明年六月三号为止 作为一个限期 六月三号之后 六四号就不让你来 然后呢 假如说美国方面 其实他是 只是 白白姿态 不是真的 想要撤出那个市场的话 那私底下跟香港政府啊 或者是跟 中国政府去 去 谈这个事情 那就 变得有筹码在手 我认为是因为如此 就 香港政府就变得有筹码在手 而因此 我认为这是 为啥银富基金会主动触击 就把美国的投资能打在门外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呢 我认为 当然说的是 就只是差十个月时间 也是非常紧迫 我认为 我认为 就根据我过去几年观察 美国政府 华尔街 针对中国 针对香港进行的 金融制裁措施 我自己看到就是 美国方面是 他们是习惯 一点一点来 不为棍打死 就算撤出一个市场 他们也不会 一秒钟或是 一天之内就马上撤出 他们会分阶段 而且那个阶段呢 现在看起来了 慢 比较慢 主要原因是因为 撤出 假如说他们突然之间 就撤出 像香港 或者是中国 香港市场是比较少的 但是中国这个市场是比较大 那现在中国很多上市公司 到香港上市 让香港 其实很多市场 很大的 一些中概念的股份 都有在香港上市 然后就让香港的盘 变得比过去要大一些 那假如说是如此的话 假如说美国是一瞬间 或是短时间之内 就通通从下面撤出 会影响到中国的那个 A股市场 A股也不是说一个重点的市场 因为美国在A股所投资的 那个金额也不见得是很大很大很大量 但是关键是哪里 关键是债券 中国的债券市场 以及香港的那个债券市场 大家想一想 就像举例 像恒大 恒大地产在香港发行的 一系列的港元债券 美元债券 人民币债券 人民币债券没有 是在国内发行 但是它在香港 有发行那个美元债券 跟港元债券 这个是麻烦的 这个是麻烦的更远 因为债券的那个量是大的 而且债券是增进白银的 不像股市那样 股市呢就 怎么说呢 那就可以超过 用一点点的那个资金 就可以把一个股价 把它拖了天那么高 但是债券不可以 因为债券套气 你真的是要套钱出来还 你还不起钱的话 还你 就求爷爷刚奶奶 你去哪里都要借一笔钱出来还 真的是还不了的话 那假如说是 等于是说是default up 违约的话 那对整个债券市场影响 会非常非常负面的 那现在恒大 就有一系列的债 美元债 会在2022年 23年 甚至是24年都有 那假如说 美国方面就快速了 或是收入太快 撤出香港市场 那就会引起市场的恐慌 那借了钱给恒大 就会想着呢 那现在美国的特殊市场 那到底 那就怕恒大到底到期了 就没钱还了 因为他们哪里有美元还呢 那只能是透过 赚到一些外汇 或者是从美元的债市里面 再拆一些钱 再拆一些资金 用信债还旧债 那假如说 现在美国准备要 要快速地撤出这个市场的话 他们同时也会把资金抽走 那恒大就拿不到资金 拿不到资金 只能是违约 违约的话 谁借钱给恒大 还不是美国的那帮资金大佬 所以速度太快的话 那就自己砸自己脚 真的是 而因此 大家别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股市 股市不是重点的 股市是典型而已 真正的重点是在债市 在债市 在债市 假如说一天赶不定 那些美元债的话 美国资金 撤出香港股市的速度会慢 只会慢 而因此 我又重复说一次 大家在报纸上面所看到的新闻 我认为都是虚假的 或是过于夸张 或者是没有把那个严重性反映出来 或者甚至是虚假的 真实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这个我认为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速度是慢 而因此我认为 不用急着马上就把 假如说大家有什么资金 投资到香港的股市也好 楼市也好 或是产权市场 不需要马上涨仓 但是 小心一点 晚上睡觉不要睡太熟 半夜 起床去尿尿的时候 顺便看一下手机 股票行情 看一下新闻 保持这种习惯 那就差不多了 就有一点点的心理准备 自己心里有些盘算 但是现在讲实来讲 还没有到那个 真的是很极端的一个状况 必须要马上走 那个情况还可以玩几下 还有那个音乐还没有停 音乐还没停下来 然后呢 就美国方面呢 美国那个证监会呢 其实他们在统一 统一 就还没到20小时 他们基本上 差不多要算步了 就停止 就中国企业去 美国信息上市 这我做的 我前两天 上次直播跟大家说过 原因是因为 你滴滴让很多人输钱 再让他上市的话 再搞一波的话 又输一波钱 对不对 所以承担不了 承受不了 所以 你先别过来 我先把你的事情 你清楚 看清楚 别因为中国政府 或是中国的那些权贵 自己内斗 害到我们美国股民 或是美国的投资者 神手烂脚 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那假如说 去美国是无法上市的话 就会卷到香港来上市 但是卷到香港来上市的话 就 银富基金 我说明年 那个 6月4号 就 禁止美国人 买那个银富基金 那怎么办 那银富基金是一堆股 股分的 但是来香港上市的那些中概股 不见得都马上会 被加入到 那个 很深指数的成分股里面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没有影响 错了 所有 所有到香港 上市 的中概股 其实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 都是为了要挤进 那个 寒盛指数 五分 当中 为啥呢 因为 那些中概股 在向上市 其实认购的资金 真正认购的资金 其实不多 都是左手 抛右手 搞来搞去 你说香港人吵 我们说的难听一点 香港人炒一叠菜出来 就所有香港人炒成一叠菜出来 有多少钱 能有多少钱 论购的股份 都是同一天就泡了 那谁来借盘呢 真的有 那么多 长线的香港的长线投资者 会顶住 顶住 这个中概股的股份 不是所有人 但大部分的人 都是同一天 赚了一点 赚了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 就抛了 然后再订下一次 上市的股份 没有多少资金 会持有那些中概股 中概股 有一部分 是真的有一些基金 去打庄也好 或是什么 他们会持有 但是你说散户的话 不多 然后 他们就 上市公司 上市是为了要套钱的 对不对 只有这个目的 那怎样才能套钱 就是用尽一切方法 一切手段 然后就让自己的股份 可以挤进 恒生指数 成为恒生指数成分股之一 那就搞定了 为啥这样说 假如说 那个中概股 能挤进 恒生指数 成分股里面的话 就有很大很大的接盘商 会买他们的股票 谁呢 美国退休基金 他们是专门是买那个 淫富基金的嘛 还有许多全球吧 尤其是美国 都在买那个淫富基金 可以这么说 香港 百分之五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 还没到百分之六十 的资金来源 是美国的 那现在好了 去美国上市不行 现在回来香港上市 可以上市 上市之后 明年六月四号之后 就退休基金 也不可以买香港的 那个淫富基金 也就是说 用其一切手法 挤进 那个恒生指数 成为成分股 也没用了 也没人接盘了 因为那个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的 接盘下周 就已经撤了 那岂不是永远都是左手交右手 所以 就 假如说真的要退行的话 这两个组合拳呢 一起退行的话 那基本上你后中概股 就去哪里都没用 去哪里上市都没用 没照 而因此 我认为了 局面表面上是很凶险 但是因为 看上去非常凶险 我反而是认为 展示来看的 不会真的 在明年六月四号 就会出现这个局面 因为我打赌 这一年之内 你要平仓套现 我说美国退休基金 要平仓套现 他们无法做到 无法做到 谁来接盘 你要让中国的社保基金来接你盘 那么大的盘 不要说哪一句股份 我随便说几句吧 腾讯 小米 阿里巴巴 他们从二月份跌到现在的 基本上是跌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差不多到百分之四十 最近有一句比较火的叫快手 甚至是跌了百分之四五十都有 那你说 退休基金怎样脱手 脱手的话 会把那个股价压到变 不至于变零 那是跌了百分之七十是有可能的 那岂不是亏大钱吗 对不对 亏钱就 杀人生意有人做 亏钱生意没人做 所以这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不是说只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层面 所要考虑的问题 假如说亏大钱的话 退休基金 假如说因为凭香港那么大的仓位 导致退休基金亏大钱 最终影响的是美国人 美国的打工载 所以不可以说影响面不广泛 而因此我认为 就算真的要进行的话 那个速度会一步一步来 会比较慢 不会说真的是 暂时我看到 不会真的是0月3号之前 就把这个事情搞定了 统统清单 不会如此 因为假如说 1月4号开始 不可以买香港的影响基金的话 他们不会6月3号才平成 肯定是早半年就已经平安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还剩半年的话 只剩下4个月 那4个月怎样能平成 不可能 对不对 而因此我认为这事情应该到最后 应该还会有一个环冲的一个月底 好了 这方面我先说到这里 大家自己看吧 说两个交易机会 首先先说一个是乌巴 乌巴呢 昨天就突然之间跌了5% 从46跌到44%左右的水平 主要原因是因为 那个孙正义准备 把三分之一的乌巴呢持股了 而不是准备 因为这已经交给高盛 郭文塞斯 让他以一个打95折的折扣价 把他以blocksell blocksell的意思就是一块 把他扔出去 找人去借盘 而因此乌巴昨天就突然之间跌了95% 就是因为打折扣 那打折扣打95折 那也就是说了 他真正的市场价应该是95折 所以就跌了95% 关键是 我为啥会与他说 考虑看看是否是一个交易机会 但是因为高盛 假如说要赚这笔钱的话 那必须要让那个股价高于44水平以上 然后他才可以帮Softbank 把这一大块的那个乌巴的股份 把它卖出去 因为市场价 假如说是举例案 假如说市场价是45 你打一个折扣43 卖出去有人借盘 对不对 所以因此的关键是 是否告诉有办法了 而让五把这个股份呢 就涨到45 涨到45、46那样 然后呢 就有那个水位嘛 那就变成有了会结盘 那假如说没有那个水位的话 那那个东西就卖不出去了 那块股份就卖不出去了 炒就是炒这个 到底告诉我们能不能 让五把的股份呢 炒到 因为它是从46跌下来 炒回到46、47了 甚至是 我先说我自己的方法 我对这一个交易的机会 我自己没参与 我考虑过 我没参与 主要原因是因为利润空间不多 可能是赚了3% 4%左右 现在是多少 我看一下 乌把的股份 嗯哼 乌把现在44.32 差不多了 也不是说非常差的一个股价 但是假如说 找上去 可以有4% 甚至是5%的利润空间 但是假如说 不成功 那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股份 我认为是 我不愿意长期持有 我不认为我长期持有 它可以回 回家上 回到44块 将收贴下去 因此我认为 不够细 这是我的看法 然后另外一个是 亚马逊 亚马逊 昨天收盘之后 就胜过另一个业绩 然后呢 今天开盘就跌了7%以上 是否可以去朝底了 这个呢 我认为吸引的 先说一下 就 亚马逊 为啥会跌7% 其实前两天 也有一些网友 就留言说 亚马逊呢 就开始 开始 开始 那个 去 查 那个 刷单的 那个情况 然后就把 刷单的商家 就 冻结他们的账户 然后 因为那些商家 有钱 压在亚马逊 也有货 压在亚马逊 那冻结账户 等于说 钱 出不出来 就收了钱 是压在亚马逊 那边 然后呢 也放在亚马逊 在美国那个 仓库里面 那现在 冻结了 他们的 那个账户呢 等于说 钱 暂时 取不出来 然后呢 就 货 也无法动 然后对于 香港 对于 对中国那些 刷单的 那些商家 就 影响非常 就让他们非常被动 我 先说一下 什么叫刷单呢 可能大家也知道 就等于说 做虚假交易 透过做虚假交易 然后呢 就 让那个虚假的买家 收到货之后呢 就 写一下好评 然后就 造成了 他那些货很受欢迎 导致于 对了 就 亚马逊他的系统 是根据你 那个商家 卖货 卖得好 然后 客户的返回 好不好 然后呢 就 把你 那个 商家 那个店铺 的位置 放在 某些 比较吸引 或者 弹出来 首先 让 用户 首先 让你 亚马逊的用户 首先看到人 的 一个 标准 刷单 其实我 认为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上下都有 全世界上下都有 是一个 很像是一个 就 心照不酸的一个 一个行为 你不刷单 人家刷单 然后人家排在你上面 或者是人家 就可以 可以被 亚马逊放在一个更加 显眼的一个地方 然后做到更加多的生意 那你不刷单 他得吃亏 然后 你说虚假交易 你说 可不可行 那现在是 钱 就 亚马逊提供一个安排 就是 你可以把资金 他可以带出资金 也可以把货押到他的仓库 所以 假如说 那个买家是美国本土的话 其实 就等于是说 你运用他的仓库 然后运用他的支付系统 来去制造虚假交易 那这个过去来讲 是一家 等于是说 双赢 商家 他自己靠刷单 作为虚假交易 他也做多了 他也 就多做生意 所以 亚马逊 亚马逊 也因为那些虚假交易 就 让他们的 就 业绩了 也充了一些水分 然后 这个股票价 也因此提高 不 因此 亚马逊 我认为 亚马逊一句眼 就是知道 但是 没有直接 就 针对新闻去 针对那些刷单行为 你说 公益 公益 与利益 其实在商业社会里面 公益 是放在一个 比较低的位置 没办法 那 好了 那现在呢 亚马逊 终于是 针对刷单的情况 他们就 开始 对症下药了 也就是说 捅了自己一刀 而因此 因为他小了 那些水分 他的交易量一定会 增长 一定 不会像以前那麽快 而因此 股价下跌 那 值不值得去 潮底 我认为是可以的 我认为是可以的 那为啥这样说 大家想一想 假如说你是 亚马逊那个CEO CEO是什么呢 换的人呢 过去是 Jeff Bezos 现在是 Jeff Bezos 做了 那些刷单的事情 做太多了 然后就退下来 退下来 新上来 那个CEO呢 就把那个 泡沫刺破了 就好像马云 是吧 通常都是 都是如此吧 那个泡沫 吹得最大 然后自己就退下来了 然后 接手那个人呢 就看到那个泡沫 就 你不刺破 你继续吹下去 总有一天 你自己会受罪 那不如自己 趁上台的时候 就还不需要承担太大的 业绩上面的责任 就刺破那个泡沫 然后就把那个责任的 推给 制造那个泡沫出来的 上一手 但是因为上一手 也退位了 所以就 等于是说是安全角落 然后 然后 为什么我认为 可以 可以朝底了 那是因为 假如说 亚马逊 他知道 刺破这个泡沫 他自己股价 会下跌 难道他刺破之前 不会预限 做好一些 预备措施 或者是 做好一些计划 然后就 让那个股价 跌下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 从而 可以 活力 那 为何不这样做 对不对 因为 这是他们自己可以控制的 假如说 这个风险是不能控制 他根本就不会刺破那个泡沫 假如说 他能刺破那个泡沫 他们肯定有后手 他们知道怎样去护 那个股价 或者是 甚至是从中活力 护一波 对不对 而因此 我是认为 是可以去护地 亚马逊 现在是3342 跌了7.14% 我自己是静了一点 我自己是静了一点 一点了 然后 然后 我是认为 短炒也可以 假如说 真的不行了 它 涨不上去了 膜 横盘 也可以 长线 一点的去持有 因为 亚马逊 这支股份 我认为 不至于会大跌 因为它是 Nested的 组成股 而因此 是 有人打撞的 美联储 会保佑的 而因此我认为 可以小助地试一下 昨天清仓 说真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否八月初 就我认为是 八月初到底 但是我不知道 它会跌多少 你这么果断清仓 因为我今天 我是看到一段新闻说 苹果又发债了 苹果发债 通常都是为了 要 购买自己的股份 就知道自己股份差不多要跌了 所以就发债 然后发债过来的钱 就买自己的股份 然后就支撑自己的股价 而因此 可能 苹果的股份 会跌 但是我认为 会 有个底 因为它有钱 支撑 噢 胆小 行 好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 今天是2021 7月30日 终极是这样的 各位晚安了 拜拜 拜拜